阿根廷就惨了 农业生产区的干旱已经一年半 这次的野火燎原 农损到结稿为止已经超过两亿美金 而阿根廷知名的农产像是黄豆 玉米 马带茶 今年的收成几乎会全面欠收 而北半球我们所处的地方虽然是冬季 但是英国境内知名的罗马帝国时期遗迹 哈德良长城 因为当地的沼泽干了太久 所以古井的井口露出也有风化的危机 整个城墙也暴露在氧气下 预料会更快速的崩塌 这是野火吃东西的声音 吞噬掉阿根廷东北部柯连提斯省的森林 以及许多珍贵动物棋地 这只可怜的水豚被烧得只剩骨架 一月初至今 阿根廷从南到北有15个省发生野火 其中9省野火仍在延烧 就连这从不缺水的农业大省柯连提斯 也已经有170万英亩 相当于6885平方公里的农林地 变成焦土 一年半都没有正常足够的降雨 加上野火 阿根廷克连提斯省将近十分之一的土地被毁 农业损失估计超过2.34亿美元 平于奔命的消防员们只来得及对付火 野生动物们只能自求多福 这只水豚幸运逃过一劫 狼狈地趴进超小泥巴水塘中 也不顾周围挤了一大堆肉食朋友 这些鳄鱼显然也还没有捕猎的力气 往来的可能连泡水凉一下的位置都没有了 这群自然保护区的鳄鱼 好不容易逃离火劫 灰头土脸地走走停停 许多保护区野生动物死于野火 高温与干燥让灭火更加困难 如今野火正在扩大焦土面积 入夜了居民们还不肯放弃 沿着临地边缘呼唤马匹 相依为命的牲口多救一只是一只 阿根廷最大的市地生态保护区毁于一旦 农产大国今年的收成也将受到严重冲击 国保茶马带茶园损失达上百万美元 黄豆与玉米的播种会延误 邻国巴拉圭也难逃干汗影响 全球第四大的大豆加工出口国 今年产量腰斩 这位65岁的巴拉圭大豆农 面临十年来最惨的收成量 阿根廷的野火烟尘飘来 也让巴拉圭首都亚松山变得灰扑扑一片 空气污染相当严重 当地专家建议民众没事就呆在室内 禁闭门窗 唯有尽快降低全球碳排放 让地球降温才能阻止各种气候灾难更加恶化 联合国气候变迁评估报告指出 只要地球升温增加摄氏0.5度 极端的干旱与强降雨等气候异常 就会更频繁发生 但以目前的排碳量来看 2040年前全球可能升温超过摄氏1.5度 正值冬天的北半球 也有许多地方异常干旱 英国中部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哈德良长城 标志着1900多年前 罗马帝国的强大力量 如今也不敌气候变迁 原本埋在缺氧泥炭沼泽中的罗马古井 因干旱暴露出来 接下来就会分崩离析 考古学家们希望抢救古迹 遇时间赛跑 降低全球碳排量的行动也十万火急 否则气候变迁很快会危及人类生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